前婚请客热闹半喜宴 拼盘鱼翅跟佛跳墙 一整桌满满12道菜 大家最有印象的是哪一道 米糕 鸡汤都是属于桌菜的安全菜单 因为网友发现每次咽课菜色 总有几道菜必定出现 为何拼盘不能有一整盘的生鱼片 为何一定要米糕不是广东炒饭 鸡汤为什么不能换成玉米浓汤 或是酸菜白肉锅 为何总是清蒸鱼不是松鼠黄鱼 第一道菜就把最好的料 也先上给大家来吃 美食大集合 喜宴桌菜有意涵 第一道拼盘通常有五道菜色 象征五佛临门 菜色澎湃 第二道鱼翅根最能展现师傅手艺 是秋楼菜 米糕则是象征节节高升 还有鸡汤就是要鸡鸡 至于清蒸鲁鱼 要展现主人家用料新鲜 充满海味浓浓人情味 喜宴菜色种类多 新人指定菜色 业者也不是每样都愿意结单 因为有的人不敢吃生鱼片 吃就咸咸咸咸咸 而且保存的比较不方便 原来生鱼片不是大家都能接受 加上保鲜有难度 通常会以海鲜肉类等凉拌菜 来做拼盘开场 你办理室就准备要生冠了 大红嘛 大红就是红肉你知道吗 还有不少人会准备小分的米糕 或是红肉 让亲朋好友带回家分享喜气 黑松大饭店的流水席 传统口味菜色 每道菜都有隐藏祝福的小心机 三星用通用权黄佳萍 歌颂不倒